各位大甲教室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豐榮老師 我今天來到桃園的石門 要教大家如何拍攝砂鍋魚頭 我們店家拿到砂鍋魚頭的時候 我們先看一下哪一個位置是最適合拍照的 然後再想想看哪個拍法會比較適合這個砂鍋魚頭 然後我們先看到魚頭有點倒下來 躺在鍋子上發現就是比較不夠立體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後面放一些蘿蔔青菜把它墊高 讓魚頭比較立體 但是後面的東西就是不要穿幫就對了 然後再加周圍的一些料有些沒有補齊的 像豆皮啊還有一些豆腐啊 一些青菜再加增加一點 讓整個鍋子更均勻更豐盛 然後在拍攝的時候 再來就是看打燈的立體感哪邊位置會比較好 我們先用一盞左邊的右上角的一支主燈 這支燈是主於要拍攝整個餐的畫面整體性 然後再來因為這樣拍下去的時候 發現有點層次不太夠了 就要用第二盞燈再補光 那第二盞燈就是放在我們右邊用那個蜂巢的方式 打在局部的地方 讓那個層次能夠更明顯這樣子 食材後面擺設一些那個食材是讓整個畫面比較豐富喔 然後在鍋裡面的有些原石的材料放在外面 讓人家知道你這個是比較是真材實料的鍋 然後我拍出來的時候一起帶入畫面會比較好看這樣子 然後正式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用湯頭淋在砂鍋魚的頭上面 還有一些青菜上面 讓鍋子感覺比較濕潤感覺比較美味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成為一張好的照片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並點擊小鈴鐺 我們在6月15號在台北郊市辦一場美食試理課程 對美食有興趣的歡迎來報名 相關的訊息都在下面可以詢問 對影片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上面是我們的官方QR Code 都可以連到我們的 謝謝大家 掰掰